墨西哥發生嚴重致命車禍 一架旅遊巴在墨西哥的南部一條橋上懷疑撞搏後失控 然後直飛橋下的峽谷裡 車上總共45人,20人當場死亡 其餘25人受重傷 事發地點位於維克拉魯斯州阿托阿克捷帕索 德爾馬橋路段 旅遊巴行經城市哥多華附近一條河流上的大橋 從山谷之中一座距離地面約30米高的大橋上墮下來 當局相信旅遊巴當時以高速行駛 經過一個減速的石膊時失控 衝速大橋墮落峽谷 據說這個大巴運送的是 準備前往科爾多巴士參加比賽的一支業餘足球隊和球員家屬 就在行打貢 從山谷列出身間 我們能在互信比賽中 前往個高速行駛